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对东托杰斯坦展开调查 来自数个人权组织的代表昨日齐聚日内网 公开要求欧洲及其他穆斯林国家 带头在联合国内部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并对中国在东托杰斯坦大规模关押维吾尔 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行为进行调查 来自人权观察及国际特赦组织 代表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派遣一个国际调查小组到东托杰斯坦财政 联权组织要求于2月25日 在日内网举行会议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做出决定并向东托杰斯坦派遣国际考察队 阿克歇尼尔纪念维吾尔受害者 土耳其豪党主席阿克歇尼尔在推特上发文 纪念22年前在印尼屠杀被中国军舰镇压的维吾尔人 他发文称 我纪念22年前在东托杰斯坦印尼市 受到迫害的维吾尔同胞 中国电磁炮对美国形成威胁 中国开发的电磁被解释为美国的未来威胁 伊朗朝鲜和俄罗斯正在研制电磁炸弹 在中国防御系统中预算最多的电磁炮 被视为一种希望成为超级大国的武器 俄罗斯国防部长还宣布 在中程导弹为期以后 根据普京的命令已开始高超音速导弹研发工作 莫斯科一虚假炸弹威胁电话疏散3万余人 由于接到一名炸弹威胁电子邮件 执法人员正在对莫斯科和俄罗斯中央联绑区 包括商场学校和其他设施在内的200多处人员密集场所 进行排查 已经超过3万人被疏散 据报道这些电子邮件来自外国的IP地址 法国总工会和黄辈新手挽手走上街头 在法国总工会的号召下 2月5日星期二 数万人甚至是数十万人在全法国各地160个城镇示威 抗议政府的政策 星期二黄辩新首都和工会人士 在首都巴黎一起上街抗议